哈囉,大家好,我是拿到方堂,CheersSugar 那我現在在的位置是東河免稅店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 那這邊是光化門的六號出口 對,光化門六號出口 那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我今天就要來換韓國的駕照 沒錯,那記得從光化門出來 就會看到東河免稅店在右手邊 那我們就直接上六樓囉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換 拿台灣的駕照換韓國的駕照 沒錯,那我們的流程就開始囉 好了,剛剛去完在韓國台北代表部 對,那你會進去到六樓的時候 你就先要拿兩份申請資料要填寫 第一個在桌面上就可以自己拿 還有第二個要跟那個櫃檯領取 對,然後你會跟那個櫃檯的工作人員說 你要辦駕照,對,講中文就可以了 那他會給你一個申請表 對,那第一份申請表在這邊 對,好,再來是第二份申請表 他填寫方式第一份在桌面上有 第二份的話,他就是完全照你台灣的駕照 的格式 對,你可以自己看自己台灣駕照 上面的東西 的那個格式 就可以自己填寫了 記得要帶你的護照 登錄證 跟駕照 這三個他會拿去影印 然後就會還給你了 最後是一萬七千韓幣的現金 記得是現金喔 或不能刷卡 對,好 這一些都用完之後 你就交給櫃檯 那他可能會跟你說 要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工作時間 他會打電話給你 對,就是打給你韓國的電話 反正就等電話吧 好,現在在五目橋站了 對,就是五號線的五目橋站 然後從七號出口出來直直走 對,我們只要往前直直走 大概走個20公尺左右 就可以到達公車站 然後我們搭公車過去到出入境管理局 那公車的號碼是6624 或者是6640 都可以搭 那大家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好的,搭公車兩站就會到了 所以記得只要搭兩站喔 所以 呃,不要坐太久 要趕快下車 對 啊 其實應該也不用介紹 大家怎麼來出入境管理局 因為 如果你是來換駕照的人 你應該都領過登陸證 所以你已經來過這邊了 好的,第二站 五目橋的外國人廳完成 對 那只要一進去 一樓 左邊 那如果你不會說要申請什麼的話 你就 截圖這一張 截圖這一張 齁 給他看 就是 我們入境韓國的次數 事實證明 對,申請這一張 然後 帶著你的 護照 還有 兩千元現金 就可以囉 第二站完成 我們現在去第三站 出發 好了,我們到了第三站 好,其實算是第四站 因為那個 現在時隔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要再去一次代表部 領那個 證明文件 對,那我們過了五天之後 他就打電話來 然後他打電話來的時間 就是已經要下班了 就兩點多 那我如果趕過去的話 三點半他就已經下班了 所以 我又隔了一個幾天 然後 今天又是禮拜一 所以我過了七天之後 才去拿 那在代表部拿到之後 在代表部的斜對面 齁 就是光化門的4號跟5號出口 中間那一塊 那邊可以搭公車 搭470 或者是270 就可以直接到這邊 齁 然後這邊就是西部駕照考試場 OK 那我們進去吧 好,我們現在進來了 我們一進來之後 右邊這裡會有一台 齁 取號機 那我們按3號的部分 OK,這邊是國際外國的那個駕照 好,那我們就 等這邊最右邊的 我們這邊 等到這邊叫號的時候 齁 到這邊辦理就可以了 把你的準備好的資料給櫃檯的人 對 好,然後看一下這邊有營業時間 好,按這個窗口 這個窗口 齁 給他完資料之後 你會拿到 就是三分資料 好,兩個是隱映的 那一份是要填寫的 那一份是要填寫的 然後非常多東西要填 對 好,填完之後 要先到這邊 進去檢查示例 要6000元韓幣 可以刷卡 對,檢查完示例之後出來 再把剛剛填完的資料 都給這邊的櫃檯 好 然後再到 這邊要付1萬塊的那個 一樣韓幣 可以刷卡 然後會再到最角落這邊 最角落的那個櫃檯 可以去領取你的 駕照 好,這個就是最角落的櫃檯 對 那你全部都辦完之後 在這邊等個20分鐘 對,就可以領駕照了 OK 那我們就等待囉 好了 拿到囉 對,然後剛才說 那個 會等20分鐘 但其實沒那麼久 大概10分鐘 可能還不到 然後 在後面這個板子上面 就會寫你的名字 對,是英文的 然後你就會拿到駕照囉 看一下 耶,完成了 就是我拿到駕照了 太棒了 過了一個禮拜 好,喔 剛剛忘記 在講那個 就是你在填資料的時候 你需要 兩張的那個 照片 對 兩張照片 那一定要是 護照規格的照片 喔 要兩張貼上去給他 對 然後 很快就可以拿到 所以這整個 總花費是 我們第一站 要先去 一萬七 我們第一站要一萬七 喔 拿那個證書 然後第二站 兩千元 喔 總共這樣一萬九 然後再最後一個 第三站 這邊 駕照要在一萬六 所以總共要 三萬五千韓幣 最後再加上你還要 來來回回的車資 好 所以總共 韓國的駕照 你會花四萬韓幣 大概台幣一千塊左右 喔 一千多一點點 這駕照的使用期限是十年 對 然後你在申請的時候 那個櫃台的業務 它會告訴你說 要 如果你最後要換回來的話 要再帶著你的機票 然後跟你的那個駕照 然後去換回台灣的駕照 那應該是沒有人要換回來吧 對啊 因為大家 我們回台灣 那個駕照 兩百塊就可以申請一張了 對啊 就是 大家留個紀念嘛 對了 換駕照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你必須要有外國人登陸證 如果你是一般來觀光的朋友 是沒有辦法換駕照的喔 那今天影片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就分享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